郑爽,是现在很是受欢迎的一位女演员,大家对于她的印象应该是在一起来看《流星雨》中的楚雨荀这一角色开始的,因为这个角色被郑爽演以出来了很是青春的感觉。 她饰演的楚雨荀在大家心里,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,虽然说现在的郑爽和之前饰演楚雨荀的时候相差得很远,但是她饰演出来的楚雨荀的感觉,是永远的在大家的心里的,也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了的。 郑爽在楚雨荀之后,就是一直都自圆不断的,她也是一直都是女主角的专用人选。 郑爽在这几年里面是很是受大家欢迎的人,也是很是有热度的,她的片人也是一直都不断的,她所诠释出来的角色,也都是各不相同的。 郑爽的演技也是很受大家的认可的,因为她饰演的角色,一直都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。 她的演技也是能够把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都是诠释得很是完美的。 郑爽这两年一直都是活跃在观众的视野中的,在前几年她和杨杨一起主演的薇薇一笑很清晨中,她饰演的被薇薇可以说是很是经典的一个角色,也是很多的人会去重新去刷很多遍这部剧的主要原因,也是因为这部剧正爽的热度也是迅速升高的。 她饰演起IT女来也是很是完美的,在昨天正爽的新剧,我的保姆手册上映,上映时间是在凌晨,刚刚上映一个小时点击量就已经突破了2.5亿,也是被很多的人都感到赞叹的一个地方。 毕竟这是凌晨刚上映,就这么的受大家的欢迎,看来是有很多的人都是熬夜在看这部新剧呀。 正爽在里面是饰演的一个人工智能AI机器人,在里面的小仿是看起来很是可爱的,这也是被很多的人称赞是最可爱的一个机器人。 这部剧刚上映就被很多的网友称赞,但是也有吐槽的,因为正爽在这部剧中的造型也是很让人感到无奈的。 正爽因为在剧中是长发机器人,所以他要戴着假发。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假发造型,也是让人感到无奈的。 因为这样的造型是很不适合小爽的,这样的造型也是让人看起来视像势头很大的。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造型被很多的网友在弹幕中一直激烈的讨论的。 你们看过这部电视剧吗?有什么样的感觉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